记者黄骏旗邪县桃园报道国际同济会台湾总会常详会17日到桃园市议会进行参访 邱毅盛议长在接待时强调 107年度总预算再次突破新高达1100多亿元 社服、建设等方面都有成长 而议会目前正进行总预算的审查工作 邱毅长也再次重申 虽然他和郑市长分属不同党派 但议会与市府奸向来只有正向的沟通 不会向其他县市吵吵闹闹 只要是因为大家有一致的目标 希望能让桃园市明日会更好 国际同济会目前在桃园市共有38个分会 新乌长祥会是其中之一 会长刘安伟与时余为李监视和干部一起拜会 桃园市议会李嘉欣议员陪同 邱毅盛议长亲自接待 邱毅长在致辞时表示 桃园市升格以来人口稳定成长 目前已达217万人 所以明年议员选举 桃园市议员席次渴望增加到63席 而桃园市明年总预算也在创新高 已达1100多亿元的规模 较去年成长100亿元左右 邱毅盛直出预算增加也会反映在建设和设服上 桃园捷运绿线 市立美术馆 国际会展中心 以及亚洲西谷等建设 明年都会有动途或有更进一步的进展 机场捷运A20、A21站等 明年也将进行地上物查估作业 航空城建设目前进度稍有延宕 但郑市长在接受媒体专访时也曾表示 今年将可以完成都市计划调整 明年完成地上物查估 补偿作业等区段征收准备作业 最快在4、5年就可以完成 107年因应国立高中改立市立高中增加25.6亿元的预算 另在设服方面 公司立幼儿园免学费补助向下延伸至4岁 也增加2.6亿元支出 将照顾更多桃园市民 邱毅盛说 待上述建设完成后 桃园市将转身成为国际型的大都会 未来发展值得期待 邱议长也指出 桃园市目前正逢房地产低点 大家可以趁机减便宜 桃园市议会目前正进行总预算审查工作 邱议长也强调 虽然他与正市长分属不同党派 但大家希望建设桃园的目前一致 因此 议会与市府间一直都是秉持正向沟通的原则 不会像其他县市一样吵吵闹闹的 桃园市民 汪